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One Piece 旁踢拉西了 那今天登錄的話基本上 我們這個黃金特別活動啊 這個黃金人 我忘記我之前也沒玩過了 應該是有玩過打BOSS的 但是我沒有直接上場打過 那聽說這次當初就是跟那個啊 跟那個什麼 獅子王啊 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就是會用那個絞刀片砍人的那一隻 還有就是當初那個誰啊 就是並列三隻 還有哲法啦 並列三隻那個就是一次電影 蠻快出的那個超傳還是傳說角色喔 那這隻角色聽說當初那個聊妹講的時候 好像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體驗一下 那現在基本上他的轉蛋池也登場了喔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玩他的話 也是可以來 抽一下喔 但是我們的鑽石依舊是繼續存給我們的這個 超傳 後面出的超傳喔 希望可以看到那個卡普啦好不好 那這隻基本上是攻擊手藍色的 怎麼最近都是藍色的啊 笑死 藍色攻擊手 然後我們這邊好像也是有 把他升到蠻高等的喔 所以當初我們那個 貝旅哥哥應該也是有在玩他了吧 感覺應該不錯 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能力 然後順便裝備一下獎章 攻擊手獎章 應該是把他移到旁邊去 然後這個一進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欸 什麼意思 剛剛 喔 這個喔 怎麼剛剛 我把他移到旁邊然後他整個拉掉 喔 因為他第三個沒東西啦 好 來看一下 還叫做我們的基爾德泰佐羅 這個是黃金城市的黃金帝是不是 我還沒有看過這個動畫欸 我還沒看過這個電影版啦 來看一下 黃金暴擊 按住技能按鈕的期間 在近距離出現這個 截斷敵人攻擊與移動的防壁 防壁受到一定損傷便會消失 然後經過一定時間內或放開技能的按鈕 便會產生對遠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造成了這個 損傷並擊被敵人的攻擊效果 然後此外會依據發動技能時的防壁所受到的損傷量 追加對敵人造成的損傷 技能發動後一定內擁有這個量槍無效效果 第一段技能攻擊力是566 第一段擊飛效果 然後第二段是 防壁重彈時的追加損傷70% 然後冷卻時間25秒 防壁體力最大HP的是150% 所以這個黃金暴擊的話是 可以造成損傷還有抵擋別人 不知道可不可以阻擋別人的去處欸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還算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他會有一個防壁出現這樣子喔 攻擊手 然後再來是這個 金色天神之怒 對敵人聚集一定範圍內的敵人造成損傷 技能發動後一定時間內擁有這個量槍無效效果 技能攻擊力是754 感覺是蠻大的一個傷害的喔 然後來看一下特性 這隻角色的話基本上 攻擊奪取財寶中的敵人 賦予3秒的GO的短狀態 GO的是什麼意思 然後對GO... GO應該是黃金的意思 對黃金狀態的攻擊敵人時造成的損傷 增加30%並且回復...喔 就是GO的應該是不予他自己這隻角色的一些效果啦 就是你只要打GO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會造成比較多的損傷 然後體力會恢復10%這樣的概念 然後當自己使出這個 防壁被敵人攻擊時 不予5秒的GO的狀態 部分攻擊除外 然後特性1 攻擊位於我方財寶區的敵人時 造成的損傷增加30% 使敵人陷入GO的狀態時 技能1的冷卻時間縮短30% 並且防禦力於10秒內增加30%不可重複 怎麼感覺他很像... 很像守衛蛇的感覺啦 但是他是攻擊蛇 然後特性2 被敵人攻擊最高體力的50%以上的損傷時 賦予3秒的GO的狀態 部分攻擊除外 體力在30%以上時 即使被敵人攻擊 受到足以被KO的損傷 也會承受該出的攻擊 留下一點的體力喔 然後他的角色應該就是 讓大家就是進入GO的狀態 然後我們可以打他 就是打到比較多的傷害這樣子 然後在打的同時呢 我們也會回血這樣的概念喔 那我們這個黃金仔看起來是 這樣的一個角色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能不能用他打出一些好成績 雖然我覺得大概率玩到最後 應該又會變成黃金周的世界了 畢竟這兵還是比較會玩奪寶九 但這隻角色基本上他有防閉這些東西的耶 結果他居然是一隻攻擊者耶 蠻特別的 我一直以為就是 他這種的話應該是比較適合 就是那種守衛者 但守衛者的能力應該是比較多的是 那種就是可以擊飛別人啦 就是讓別人就是 沒辦法站在我們那個 財寶區裡面這樣的概念喔 那大家會不會玩我們這隻黃金帝 你們會怎麼玩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我們今天就來體驗一下 我們的黃金帝 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第一場黃金帝 旁邊啦 就是那個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獅子好不好 就是這隻跟哲法還有黃金帝啊 就是這三隻基本上是 那個時候連續出了這個電影系列的角色 聽說臉很醜的那隻好像大家都好像 就是玩法是蠻特別的 然後還蠻推的耶 但是這邊沒有抽啊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存點鑽石好了 因為以前基本上哲平是可以一直狂買鑽石 狂買萌買的 但是後來我最近真的一直都有在講 就是我開電之後我就直接落掉了 我就什麼東西都沒辦法花錢了 開電太需要錢錢啦各位 旁邊那個美音衝很快喔 烏塔 喔喔喔喔 為啥啊 蛤 那個大巴是哪裡弄到我的 我先用防閉 喔我還可以讓他 喔夠的狀態就是他變成黃金是不是 哇 欸那這隻好玩耶 他變成黃金之後 他會被我們定住耶 那是真的有點強耶 嗚 猛哥猛哥 變黃金吧你 還是其實剛剛那個是美音定的 應該也不是吧 他們是被我定住還是怎麼樣啊 我也不知道 他們好像就 就突然就不動了各位 哇那這隻真的蠻強的耶我覺得 以我們目前來說體驗起來的感覺 是黃金之拳 啊 我怎麼了 哇 喔這是那個啊 剛剛就是我說大家最近都很 欸 他是真的暈得有點久耶 哇 暈的事也太久了吧 哇我這個 一下直接把美音KO耶 好猛喔 好厲害喔 完了 黃金正波好像 對他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哇 哇 我覺得是一隻還蠻不錯的攻擊角耶 就是 玩起來很有感的那種就是 至少就是不會一出去就一直死這樣子 但可能很多隻角色也是 不會一出去就一直死啊 只是那是我自己的問題 哇 哇 幹嘛 哇 我的大招無敵直接被斷 沒事先回家 託他們家 奪寶走該做的事情 就是奪寶 但是我感覺好像沒有奪得很快耶 說真的 哇 再補一個 nice 結果真的是黃金周秀一下 但是黃金帝的這個感覺是真的不錯耶 就是 我有感受到就是他的這個打法應該 會玩的話應該是真的蠻厲害 難怪會推喔 因為他的這個感受是很好的 而且他剛剛那一下那個打擊感喔 那 一發那個二技能就直接把那個美音給弄死 是真的蠻厲害的喔 只是 還是要看一下究竟要怎麼去玩他 我們再打一場 看一下能不能再抓到一點感覺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剛剛那場技能戰有殺到幾個人 我就覺得應該算是還蠻滿意的啦 這隻角色 算是藍色的目前來說 之後可以來玩玩看的這個攻擊角 哇 居然有卡卡庫莉 我們的卡二是那個耶 綠鼠的這個守衛者喔 來 我們繼續走起 我說真的我之前最後玩的攻擊手大概就真的就是 就是紅髮了 那就是衝來衝去然後過去然後斬一斬然後很難死 而且他斬的是那個 就是不會讓別人可以回血的那種 就蠻舒服的 喔 你看 是我跟那個魯夫一起的合集吧 這KO的蠻爽的 這打的真的是蠻多的耶 而且我們那招 黃金的那招是可以那個的耶 是可以那個什麼 是可以 哇唷 是可以集氣的 在集氣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那個耶 可以移動 喔 不行喔 欸 我有打到他嗎 我直接把他K掉了 不讓那個糖果人 舒服一下 我們現在完全沒血耶 防臂 卡二直接被我們打爛 這隻是真的 我覺得蠻可以玩的耶 我自己個人的話就覺得如果是 要玩的話是可以玩的那種 不錯耶 不錯耶 欸他那個聚氣的時候 那個防臂的時候應該是可以抵擋住什麼傷害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 抵擋住傷害之後可以那個 幫你撇一下 大媽幫你撇一下 你們的影機啦 他們都走了 走了那我就偷拔 我覺得我們目前來說比較尷尬的是 整個那個 整個隊友沒辦法就是 Pol住這個整個那個 地圖 繼續偷 結果又是 黃金周的胎姆 但是這邊應該偷不掉 因為紅白要來了 喔好險 現在居然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納美耶 笑死我了 完了完了 快快一起偷 哇什麼意思啊 哎 這些人怪怪的 有沒有看到 黃金周超猛的 好可惜喔 這邊 沒有躲掉不然就嗨了 哇可惜 好那我們今天體驗兩場黃金地 我覺得算是可以玩玩看的耶 因為 目前來說藍角的話 基本上我還沒有找到就是 比較適合自己的這個攻擊手 我覺得這次的話感覺 調性應該還算是OK喔 而且 他一下的那個攻擊力 我覺得是可以把別人秒殺或KO的話 這種也是很不錯 而且範圍蠻大的喔 對於哲兵這種就是 沒辦法瞄準的這個白癡應該 算是做得挺好的吧 感覺是可以啦 還是其實哲兵有玩錯的地方 大家可以再跟這邊分享一下囉 那 你們覺得這次黃金地 到現在還可不可以在我們牌位上面 誓詐風雲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我是覺得 這次好像普遍沒有 就是 死的那麼快好像是 頂OK的吧 我自己這麼覺得啦 好啦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小鵬 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